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海军摆出堂堂之阵进行海上决战 到了今天可能受到俄乌战场上乌克兰无人挺袭击战的鼓舞 又折腾出了无人地狱的想法 考虑到帕帕罗上将是海航战斗机飞行员出身 这个思路相比那些水面舰艇部队出身的将领 确实他要清晰一些 那要说美国人的无人地狱方案它的来源 显然也不是说石上将先生拍拍脑袋就想出来的 这显然是当初兰德等智库提出的刺猬岛方案的进一步发展 无非是经过台军近几年来在这个问题上 反复的拒绝美国人的建议也不肯参与 最后美国海军居然自己打算来 但这也就带来了一些不合理的问题 咱们按照时间顺序梳理一下刺猬岛相关的内容 首先就是美国给台湾提出的刺猬岛方案 大概是2015年左右 美军和美国的智库就开始建议台湾发展非对称战力 而台军当然就不感冒了 以至于出现了让士兵到山里 向少数民族同胞学习做毒箭 这样搞笑的事情 这个时期也出现了美国建议台湾 不要开发常规的攻击型潜艇 而应该开发微型潜艇 兰德的刺猬岛报告里 就建议台湾制造200艘微型潜艇 最好还是无人到 这些潜艇的设计任务 不是用鱼雷去攻击解放军的舰艇 而是用来充当海上的眼线 用来组成潜艇警戒目 用来发现解放军的渡海船团案 其实这个建议并不算可笑 因为对于台军来说 战时他们的陆上雷达战和空中的P-3反潜巡逻机 会被摧毁 被压制 被干扰 导致失去海上预警能力 基本上是可以预期的事情 在这种极端环境下 微型潜艇 反而是相对而言 生存率更高一些的侦察手段 至于其侦察能力 反而不重要 只要能用光电装置 看到就去传船 而不是解放军 到时候必然放到处都是的 电子甲目标 让暗机反舰导弹 能够发射出来 就已经算是大功一件了 但是台军对于兰德 刺猬岛方案的答复 是非常罕见的言辞拒绝 至于后来 潜舰制造计划 也是朝着搞正经潜艇的方向去的 就没有接受美国人的 微型潜艇案了 再后来 2019年 韦军的参谋总长 李启明提出 要求制造一批 微型隐身导弹艇 该计划内容为 制造60艘的50吨左右 搭载两枚 雄风2反舰导弹的 微型导弹艇 其用意 就是让这些微型导弹艇 混在渔船当中 攻击大陆的船团 这个计划 基本完全是由 李启明个人推动的 在他2020年去制以后 相关的计划 也迅速地被台军否决 撤编了相关的预算 项目也就此作为 目前为了解决 他们购买的400枚 鱼叉案件导弹的 这个预警问题 主要是靠台军购买的 几架MQ-9无人机 进行光电识别 不过这种既不隐身 飞的又很高的无人机 显然缺乏必要的生存力 很容易被摧毁 所以目前面对 解放军渡海时 必然会使用的 覆盖整个海峡的 数万个甲目标和诱饵 按照兰德公司 此前的计算 台军的这400枚鱼叉 如果不具备目标识别能力 即使不考虑它在战时 被解放军的海空军 首先摧毁的问题 就算它全都发射出来 基本上也很难 给渡海船团造成损失 理论计算一下 要想在这种碰运气的打法下 达到造成解放军 十艘大型运输船 重创的效果 需要至少一万两千枚导弹 其实按照美军智库的 相关推算 不难发现 台军的军事采购 缺乏诚意 各种武器装备采购数量 远远低于美国人拟定的 刺猬导计划 美国人说 你要多买点标枪 台军买了几百发 美国人说 你要多买点毒刺 台军买了几百发 而这些弹药 我们这几年 关注乌克兰战场的朋友们 都会知道 消耗起来的速度 那是一天就要打掉几百发 台军就买这点 唯一的解释就是 人家根本没想长期抵抗 所以经过这几年 美军也终于意识到 台军在以武剧统治这件事上 态度是相当微妙的 他们并不想认认真真地 去实现美国人的设想 也就是把台湾变成乌克兰 用大量的单兵反坦克武器 大量的单兵防空武器 大量的无人机 大量的无人船艇 把台湾一寸一寸地 给你打成废墟 事实上 看台军现在的姿势 站在美国人的角度 你很容易会发现 台军的内心依然是那句话 打得过就打 打不过就投降 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台军 真的会为美国利益 战斗到最后一人 虽然台独分子在网上 口头叫骂的时候 很起劲 但你真要他们抱着 红笋火箭 T86步枪 冲向两栖机械化旅用 122毫米 120毫米 105毫米 100毫米 35毫米 30毫米 7.62毫米 5.8毫米的各种枪炮弹 构成的密集火力网 那还是算了吧 这狗它不肯为主人而死 美国人它也很尴尬 但反过来 美国人它也不想为台湾而死 所以这最后就 那要不咱上无人装备吧 想要对付解放军 那解放军现在太强了 和解放军打 肯定会死 台湾人它不想死 美国人它也不想死 但美军它又想和解放军打 那最后怎么办呢 上无人机 这就是无人地狱方案的基本逻辑 理论上来说 如果说要用无人机对付解放军 那最有效的其实还是让台军大量装备无人机 那么台湾能不能用无人机武装起来呢 尽管台军这几年叫唤 这个无人机的声音特别大 但是岛内的技术能力和生产能力实在也是很有限的 他们折腾了半天拿出来的东西 依然是上不了台面 实际上这事没什么可奇怪的 在今天大陆的无人机相关产业的世界范围内 占据了统治地位的前提下 几乎全世界的无人机产业 它都是组装厂 这几年美国欧洲东南亚也包括台湾 出现了无数的新创公司 说要生产无人机 结果拿出来的那无一例外 都是用大陆的无人机零部价为基础 贴个自己的牌子 然后售价还比大陆的无人机贵上几倍 在这样的产业基础下 指望台湾用商业级无人机就要如何如何 开玩笑 还有一个问题 台湾本岛距离大陆实在太近了 就算装备了大量的无人机 也做不到让无人机去死 而台湾的军人不死 那么出于不想死的基础 台军大人也就不想搞那么多无人机 帕帕罗这次他提出的几千架无人机 无人船艇 从这个数量上来看 他所设想的这些无人机和无人船 无人潜航线 应该不是小型的无人装备 而是能够从美国西太平洋上的主要基地出发 经过长距离航行 抵达台湾周边的大型无人装备 不然的话 你很难解释他们打算如何部署这些装备 而且不是由台军来装备 而是美军自己装备 那也只有这样 才有可能实现让无人机去承受大量损失 而美军自己尽可能的不死人 但是这就带来一个问题 这些大型无人装备 就会失去现在俄乌战场上 短程小型无人装备带来的一系列优势 我们知道俄乌战场上的小型无人机无人船 它之所以难搞 最重要的优势是数量数不胜数 而且尺寸小 目标特征小 单个的这类装备不难对付 但是他们一旦数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 确实就会和拦截上战场上敌人发射的 每一发子弹一样极度的困难了 而如果美国人的无人地域计划 是要用相对大型的无人装备 那且不管这些和常规战斗机 潜艇 导弹艇尺寸其实已经差不多少的无人装备 还是不是能够让中国海空军的传感器难以发现 对于美军来说 第一个问题反而是 他们自己要如何支持这些无人装备作战 因为这些无人装备的尺寸重量 所使用的军械 它已经不是随便就能够搞定的了 尤其是装备了几千架以后 实际上美军就需要设置专门的军事基地 或者部署专门的无人船无人机母舰 这些军事基地和大型舰艇 又变成了中国导弹打击的绝强目标了 以美军目前在亚太地区保障高强度海空搞事 都已经捉襟舰肘的保障能力来说 在美军这些装备让解放军落入无人地域之前 美军自己先要落入后勤地域了 况且如果说小型无人机和无人船艇 不必在乎单个装备的突发能力 反正主要靠数量和较小的目标特征 去给敌人制造麻烦 那么这些大型的无人机无人船 实际上已经落入了常规武器范畴了 而如果他们的性能还远远不如常规战斗机导弹 导弹艇 那么结果不就变成了纯纯地给解放军送战果了吗 但问题是 如果以这几千件装备的采购数量 和美军给这些装备制定的成本来看 那么他们的性能又绝对不可能赶上常规武器 况且还有个问题 美军的这些无人机就算是从关岛出发 那关岛也不是说就不在解放军打击范围之内 你用无人机攻击解放军 难道指望解放军不还手吗 那最后还是回到了美军要面临直接与解放军交战 并会大量的死人吗 那你这无人机意义何在 所以这就是非常自相矛盾 缺乏实际意义的一个计划 当然了 如果说美军的这个计划 是让这些无人机无人艇 无人潜航器 专门去承担战场侦查情报保障任务 然后都采用上先进的隐身技术 确保其生存力 那如果美军不主动攻击我军的话 它只进行侦查 我军很可能也只会去攻击这些无人机本身 而如果他们真的有那么强的生存力 那么确实会让我们很难把他们全部消灭 这理论上来说确实是会让我军很头疼的一个局面 不过以我军的实力来说 这无非也就是加大对台军的打击力度 尽快解决问题吧 只是如果美军只能实现如此有限的目标 那它付出的成本划不划算呢 按照美国相关装备的价格 MQ25黄鲦鱼无人空中加油机 价格1.36亿美元 这里还能买几千家 如果这个价格降低 只要求这些无人机具备类似RQ170那样的技术水平的话 那就太容易被击落了 也起不到它该有的作用了 无人装备目前的矛盾就在于 如果要把它的性能做到和有人装备一样强 那么成本也就会和有人装备差不多 如果要价格足够便宜 那它的性能就必然远远不如有人装备 所以高性能的无人装备目前看来 必然存在一个与具备类似性能的有人装备争夺军费的问题 结果就是装备数量还是很难上去 所以帕帕罗的这个计划 很可能并不是一个非常严肃认真的方案 当然美国类似的不严肃方案 在战区司令的个人影响能力下 推动实现的潜力也是有的 比如说第二次下战前 麦克阿瑟就打算让美国陆军航空队 在亚太地区部署大量的B-17炸驰日本舰队 结果大家都知道 麦克阿瑟喊着我还回来的 就跑路了 最后还是靠美国绝对的国力优势 才能赢得太平洋战争 当然了对于我们来说比较可惜的是 今天帕帕罗的这个影响力 显然是不如五星上将麦克阿瑟的 所以他这个显然不够严肃的计划 我看最后十有八九也很难按照他的设想去落实 如果以建军百年的时间点来说 那么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美军多了几百件无人装备 了不起了 这大概就很难在台海掀起什么水花了 所以最后看不管是用什么武器装备 历史上美国他真正厉害的地方 还得是他的绝对的综合国力优势 尤其是工业生产力的优势 但今天这事另说 国内相关领域的朋友就表示 如果美国人他真弄出这些玩意来 他能做一个 咱们起码做十个 到时候咱们看看谁是真的落入地狱 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 本期节目咱们就说到这里 下回再见